我毛泽东不想做恶人 但是为了新中国的大局 总得有人做恶人 只有处决他们 才能对得起全国的老百姓 毛主席为什么会如此气愤呢 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上下都勒紧裤腰带 过着苦日子的时候 天津市的前任书记 却买了一个豪华公寓 养着明星女朋友 在里面吸着大烟 市委的工作人员来他家汇报工作 结果等了好几个小时 也不见刘青山的踪影 就连茶壶都被他们喝干了 因为公务在身 工作人员实在等不及 就自行上楼寻找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在二楼竟然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于是立马出声提醒刘青山 但刘青山居公子澳 十分不屑地说道 女明星做事就要离开 却被刘青山拉住 并把工作人员赶了出去 与此同时 远在北京的中恩来总理和刘少奇 也收到了新中国各地的贪污信息 这才发现天津前任书记刘青山 和继任的张子珊二人竟然都是大贪污犯 刘少奇觉得 在处理这些贪污案上 必须像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一样 将反贪进行到底 周总理两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用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才换来的江山 不能因为这些蛀虫而断送 于是两人找到了毛主席 一同商议这件事 然而毛主席这时却像早有预料一样 看着手上的报告感叹 周总理刚想收拾一下地上的资料 却被毛主席叫停 表示要自己收拾 这也代表了毛主席反贪的决心 然而贪污腐化一旦形成风气 就很难扭转过来 看来我们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开战的同时 也要向自己开战了 毛主席随即宣布了他的决定 要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贪污 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势必要将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彻底清洗干净 很快中央就展开了行动 而这时的大贪官刘青山正要乘坐火车 前往北京汇报工作 却被当地反贪污部门找上了门 刘青山却以工作为由拒绝下车 还抱着一丝侥幸心理 可当同志说出这是组织的命令后 他也只能跟着离开 去往招待所的路上 刘青山还是不愿相信 试探性地告诉同志 我家住杨柳青啊 你可能先回不了家了 那这是去哪儿 这是组织安排的 听到这样的回答 刘青山这才相信 他贪污的事实已经被中央发现 但他却并没有抵抗 而是跟着同志来到了招待所 等进了豪华单间后 刘青山却突然好奇了起来 旁边住的又是谁 相关人员毫不在意地告诉他 住在你隔壁的人叫做张子善 刘青山知道这个消息后 脸色就变得十分严肃 因为他知道张子善 正是跟他一起同流合污的贪官 随后便将工作人员赶了出去 称自己要休息 表现得十分镇定 那么刘青山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底牌呢 看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首位巨贪 其贪污手段和贪污金额超红你的想象 共有190亿的赃款 被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贪污 要知道在那时 一架战斗机的价钱也才十几亿 而他们两人贪污的金额 足以为新中国增加12架战斗机 那么刘青山二人最后的结局会如何呢 在相关人员将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 带到了审讯单间后 他们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结局了 大感不妙的张子善 很快就写下自己贪污的罪证 交给了相关工作人员 这样的贪污手段简直闻所未闻 习哥早竟然能花90万元 工作人员在看到张子善的态度后 又来到了刘青山这边 与张子善不同的是 刘青山躺在床上 就像是来度假一般 不仅如此 就连桌子上的稿子 也是一张张无字天书 碍于刘青山的地位 工作人员也不好多说 扭头就离开了这里 等离开后 工作人员忍不住吐槽 这大干部还真不一样 一个一字不写一言不发 另一位却将自己的罪证 交代得清清楚楚 你没听说那个刘青山 被日本人抓住的时候 一个字都没说 你再看看这个 大道从香港进口三辆汽车 小道一次洗澡 花了90万都说了 与此同时 华北局书记博一波 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说全国各地的官员 大部分都是跟一些 不法商人勾结在一起的 他们在贪污这方面 已经做到了丧尽天良的程度了 博一波告诉主席 上海的奸商在制作军用罐头时 竟然赶往里面加入臭牛肉和死牛肉 在运往前线 盗骗国家20多亿元 更可恶的是 武汉的一家药棉厂 将好棉花都换成废棉花 还有烂棉花 这样的棉花做成的消毒包 根本就不起作用 导致前线的很多战士因此感染 从而不得不截之保命 又过了一天后 刘青山还是一言不发 但隔壁的张子善 不仅将他贪污的20亿零1点赞款 说得一清二楚 还将刘青山的罪行也供了出来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 全国上下百费巨星的时候 两人却硬生生的从百姓手上 抢来了190亿赞款 这得害死多少个老百姓 然而就算这样 却还有人替他们求强 天津市委书记黄靖 找到了博一波商量 希望他能在主席面前 为二人求情 说是刘彰二人在战争时期 立下了不少功劳 应该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那么毛主席会同意吗 天津市前任书记刘青山 和现任书记张子善 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贪污190亿巨款 被中央判处死刑 这时华北局书记博一波 却来到北京 向毛主席求情 但主席却坚决不同意 给刘彰二人一个机会 因为当时国内形势紧张 台湾的蒋介石 还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新中国 他们随时都在准备反攻 正在攻打朝鲜的美国 也在盯着我们 所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 不允许也不能出现 本质上的问题 更何况 三反运动才刚刚展开 他们两人就浮出了水面 很多人都在看着我们 必须处决刘彰二人 才能展示新中国反贪的决心 随后主席又拿起文件 告诉博一波 现在国内出现了很多贪污事件 甚至有人为了钱财 放走被抓的特务 如果让刘彰二人开了先例 那将后患无穷 虽然他们抗战有功 但正因为他们功劳大 地位高 影响大 才更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两个 才能挽救二十个 两百个 两千个 两万个犯有不同程度 错误的干部 很快工作人员就来到招待所 将中央的决定告诉刘彰二人 但他们毕竟是抗战有功的功臣 工作人员在执行命令前 给刘彰二人准备了丰厚的送行宴 在执行枪决的当天下午 法院领导董毕武向毛主席汇报 说刘彰二人的亲属 不按反革命家庭对待 他们的子女则是 由国家抚养成人 随后毛主席决定 刘彰二人的贪污事件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 但董毕武却有一些顾虑 原来刘青山刚从国际会议上回来 而且还当选了常务理事 如果将此事宣传了出去 他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董毕武提议将刘青山的青字 加一个三点水 这样的话 外国朋友就会认为 这是另一个刘青山 然而周恩来总理却认为 这不过是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罢了 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毛主席也认为 给大贪官刘青山换一个青字 就是玷污了这个字 毛主席不仅不让换 还要求宣传组的同志 在报道这件事的同时 向国内外的朋友开诚布公地说 这个大贪官刘青山 就是出席国际会议的刘青山 这次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一件贪污大案 也拉下了帷幕